在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一侧 一座造型很别致的大型电动汽车换电站格外醒目 不过这里平常很少见到前来充电的车辆 而至于新能源汽车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请看记者的报道 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中国汽车工业 打造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领域 近年来官方政策频发 希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不过与官方热推形成反差的是 新能源车在中国市场的产销 此前却一直未能热起来 包括一汽集团公司新能源汽车分公司在内 吉林省现有四家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 然而马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却不多 据吉林省工信厅数据 当前吉林省投入使用的新能源汽车总计287辆 其中204辆是公交车 83辆是公用车和出租车 私家车为零 业内分析 价格高昂 车型不多 电池叙时里程相对较短等因素 让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 有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纠结